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最长的一回 两个月才见一次面 那你为什么不到廊房看他呢 每次都是我去看他 他从来就不说他去看我 这有什么好比较的 你上班固定的 你知道我那见面不是不可能说 我脱得开身 我脱不开身啊 什么叫你脱不开身呢 那为什么我都脱得开身呢 那为什么我去回廊房的公司处理事情的时候 我也要抽出半天的时间我去看你呢 你说你忙 你是在忙什么呀 我偷偷回廊房的时候在店面看见那一切 那是什么呀 我走到他的那个店面门口的时候 我发现他们两个就是有说有笑的 那个女的就是在收桌子嘛 他就过去不让那女的收拾 然后他帮那个女的收拾完之后 那女的就跨着他的胳膊 跨着胳膊 更过分的是他把头枕了你肩膀上 这是正常员工做的事情吗 你总说你员工你就是在找遍 你就是跟女的在一起了 后来我不是走出来跟你解释过了吗 有什么可以解释的我都看见了 后来吧他就回北京了 然后他就把我的手机号码还是怎么了 我也不知道 我的模像跟你有任何瓜葛了 我换了我的手机号你给我打什么电话呀 我从朋友那边得知他新的号码 然后我给他打电话 然后他也不理 后来我就想这也不是个事儿 其实当时他来了以后吧 虽然那时候我身边有个女孩 但是其实我心里还是他 因为你身边有个女孩是什么意思 就是 他就是跟那女的在一起了 你看着那个样 确实是 是朋友还是超越了朋友 我当时也是脑袋一直糊涂 他也不在身边 然后就 行行行别说了别说了 他就知道了 他来了以后我就知道自己错了 后来他回去换了号码 他不理我 他说的那天 我从他微博那边 就是他小姐妹转发了微博 我看到说他的几个照片 然后他手里拿了一束玫瑰花 几下还写着谢谢你啊 这样的字眼 当时我也特别难受 我还想让他再给我一个机会 后来吧我就去找他 我在他公司底下等他 当时我等的时候吧 就看他公司底下有辆车 他就往那辆车里面走 他跟车上有个男的也下来了 他俩说说说说的 那有什么呀 人家跟你分手了 就是啊 就是许你跟其他女的在一起 我开始我自己新的生活不可以吗 看到我那一幕 我其实心里已经很揪心了 我已经很难受 我很想挽回他 后来我又跟他打电话 因为确实是我不对 我确实之前就不应该出轨 其实当时我也特别喜欢他 加上刚毕业的时候 我们两个人特别艰苦 特别特别艰苦 他都能跟我一起走过来 我觉得心里特别愧疚 特别对不起他 我也想他再给我一次机会 能让我跟你好好地说声对不起 我是不是给你机会了 可是你做到了吗 不不不不不不 你给他机会什么意思 你都不是上了别人的车了吗 就是因为他出现了 所以说扰了我的生活 他当时说的特别好 他说他愿意为了我 关掉廊坊的小店 为了我愿意到北京来跟我一起生活 跟我一起奋斗 当时我也挺感动的嘛 一心软加上他一说 然后我就同意跟他和好了 和好了之后根本就不是那回事 没过多长时间 那个女的就给我打电话 让他一直骂我在电话里面 他说我是第三者 说我破坏他们两个的感情 我问问 店关了是吧 我确实把那键给关了 关了然后呢 我把那键盘给别人 然后我就跟他之前那边那个 见着那个女孩 我跟他说 之前确实是我有对象 可能挺对不起她的 我跟他说 但是那女孩她 她也是那边大学生嘛 当时她本身也比较脆弱 然后她为什么她说 你是不是要走啊 或什么样的 当时我怕她做出什么事情 还伤害自己 伤害我 我也怕她伤害她 所以说我就 她已经伤害我了 她打电话那么骂我 你知道我心里多难过吗 我做错了什么呀 我那女的说你什么呀 她说我是第三者 那个时候 其实我也跟我说 你跟那女生到底 还有没有瓜哥 有 那女的都跟我说 他们两个短信了 还说 你当时还跟我说 你是安慰她 安慰她有时候宝贝 你吃饭了吗 早点睡觉 有这么说的吗 你这是安慰吗 小伙子你告诉我 你跟那女生又纠缠了多久 大概又跟她 纠缠了 两三个月 其实我回狼房的时候 我跟她已经说过分手了 她是她一直纠缠着我 大学威胁我 她说你要真的敢这样 她说我就不活了 我就怕她万一真的做出一种想不开的事情来呢 然后我就寻思了 我说 反正她那时候也答应我了嘛 我就说那我就先安慰她 我跟她都稳定 然后那边情绪也稳定了 我再跟她就直接分了 你就是在找店 跟你在一块 行 明白了 你今天打算干嘛呢 跟她分手 分手 生活里不就分 你分到这儿来啊 她总纠缠我呀 你现在跟那个女孩这个什么关系啊 我跟那个女孩现在已经不联系了 真的吗 真的 跟你听一段录音啊 我们跟她有联系 听一听听一听 她就是一个第三者啊 她就是个狐狸精 她破坏我的感情啊 你知道吗 我跟我男孩感觉特别特别好 我们两个女孩 特别幸福 然后有一段时间 我男孩突然就去了北京 带了一段钱 回来之后把电台给关了 如果没有她 我男孩会跟我分手吗 她就是个狐狸精 她就是个第三者 我现在就要从她们分开 我男朋友还是爱我的 我现在就让我男朋友回到我身边 你听这什么话呀 她说我是狐狸精 当你谁是啊 她别让我动手啊 我已经跟她解释了 她不贴 我这不也是为咱俩好吗 我本来就是 你是为谁好啊 你如果为咱俩男孩 你早就应该跟她做了关系 可是你呢 你做到了吗 我心里确实只有天 自从那次以后我就知道 失去一个人什么感觉了 我这次不想失去你 我想跟你在一起 我想跟你好好的 爱情生活当中 年轻人强势可以理解 怯懦也可以理解 任性也可以理解 哪怕是犯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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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